想給家人準備好吃的豬排便當 又無法花太多時間料理 該怎麼辦 就讓達人示範 如何用醃漬豬大排 做成讓人口水直流的 咖哩 蔥燒豬排 生鮮的豬肉 回來你可能需要從開始的部分 去做截切 改刀 然後做醃漬 做一個第一次的出加工的部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它就是從安心的 CAS驗證的豬肉廠出來的 醃漬肉品 比如說像我們的大排骨 或者是醃漬好的肉絞 肉絲 從原料加工到添加配料 一切經過CAS嚴格把關 推廣台灣豬肉新鮮 美味加上低熱量 就從全台校園開始 看看農委會舉辦的 營養午餐料理競賽菜單 像是這一道先將豬肉切丁 調味後放入番茄 甜椒跟節瓜等等 做出來的匈牙利燉肉左鮮酥 中西合璧 吃起來既清爽又美味 還有這一道將南瓜巧妙融合豬排的 南瓜仙菇小排炊飯 讓小朋友吃得到營養又筍子留香 孩童在發育的過程裡頭 成長的過程它需要有這個鐵 當鐵質足夠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有增加活力 增加我們的這個血液的循環 那所以對於腦部的發育都是非常重要 那在這個豬肉的設計上面會建議 一個禮拜三次可以讓我們這個孩童 增加了鐵的攝取量 那同時呢使用國產的豬肉的好處 就是我們的低碳 可以增加我們的環保的一個觀念 而為了祭司廣益 活動主辦單位農委會也透過料理社群平台 募集豬肉便當食譜 鼓勵民眾踴躍投票 也呼籲大家多多捧場新鮮 衛生的台灣豬肉 記者顧蔡詠 蔡茫茫島 好 謝謝 謝謝